《新专丝》 《新丝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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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年 香港眉曼住斤负物馆热潮 除了这些大型斤负物馆 香港的私营斤负物馆 估计有超过三十五间 不过不少都是直正无民 有私營博物馆管署说 由于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指引 当初如何申请牌照和营运都不知道 拿牌我们都摸索了很久 要请顾问去帮我们去研究 也有经营了一段时间 因为场地中药问题而结业 因为香港就是商业的 商业先行先 文化这件事在于他们的角度 未必是赚到钱 私人我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 政府又向部分私營博物馆提供支援 但是怎样才可以成功申请 不少管主都说不知道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并不透明 并不是一个很公开的政策 调查看 入口 物质 无法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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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帶就是四分一吋的池帶 裡面分了兩個聲軌 溫暖度是最高最溫暖 鄧漢森James是一位唱片發燒友 同一隻唱片不同的版本他都會收集 並且就著他們的音色做比對和研究 他的收藏包括記錄了歌手在錄音室 錄唱片的原音舞帶 因為他用四分一吋的池帶 全部是用來收音 所以聲音很寬闊 中低頻全部落地 可以穿透力 你覺得Naking Co好像沒有走 好像在這個房間唱給你聽 你說多開心 James在80年代開唱片店 一邊做生意 一邊研究不同載體的音色 七年前他決定轉型做博物館 將自己多年來收集到的好聲音 中公公書同學 免費讓人來聽音樂 你玩了幾十年音響唱片好 你又有那麼多不少知識 你不想就這樣就沒有了 你想聚集一群自同同合的人 分享也好 傳承也好 我的博物館也是等於一個音樂的Time Capsule 我希望所有珍貴的錄音文物定了形 急凍了它 數百年後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情感 那個情懷 那個場景 在這個八百冊的單位裡面 放了二萬多件James的收藏 他們絕對是古物是文物的一部分 譬如五、六十年代的 Nat King Cole 或者六十年代的Beatles 那些監製版、手寫版 他們怎樣由一個錄音室 轉成舞帶 如何轉到黑教碟之前 消失了那個歷史文物 陳先生你好 陳先生你好 歡迎 歡迎 每次有訪客上來 James就會化身導賞員 講解不同錄音的原理、音色 也會一起研究唱片的細節 那時還沒有印刷 黏上去 很原始 有些手寫 聽說以前沒有帶 有些沒有碟 還有一些失落的錄音 帶回我們去以前的時代 因為如果這個錄音 我覺得這個錄音很漂亮 你聽起來 你的腦子裡自然有一個畫面出來 雖然博物館已經開了七年 James說很少人知道它的存在 他說香港旅遊發展局曾經來過了解 但是最終因為這裏是商業登記 會賣東西 沒有特別推介給遊客 所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客 都是自己透過網絡知道 由這間博物館 有七年八年都沒有人知道 不知道 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 羅浮宮都賣仿古的產品 紀念品 紀念冊 你一定要讓他們營商 但營商到甚麼程度 又是另一回事 完全不讓他們營商 那些錢從哪裡來 難道我一個one man band 不用買東西 可以養起所有的東西嗎 James說要在香港搞私營博物館很難 一來缺乏資金和空間 二來即使他們想正式申請做私營博物館 現在都沒有清晰的渠道和政策 他說只能夠繼續用這個模式做下去 這是我畢生的夢想 因為每一個音樂愛好者 應該他都有那個資格去聽 我喜歡古典藝術 我買不起而已 我都可以進去畫廊看《蒙娜麗莎》 震撼法 是一個人生的經歷 希望這些寶物可以永遠傳下去 就算是一個人生的經歷